那當然呢 剛剛我們用了兩個按鈕 其實假設你不想要很正式的 比如說你這邊讓人家知道說原來你有兩個按鈕 那你如果不想讓人家知道的話 其實另外你可以用插入 不是從這邊喔 從上面這邊插入 插入這邊不是有個圖案 或者圖都可以啦 只要是圖上面 比如說這邊有個笑臉有沒有 你把這個笑臉找到 然後這邊拉一下 這個笑臉顏色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改成紅色的 那這個按鈕可不可以執行像串接功能 按右鍵 這邊就有一個叫指定聚集有沒有 你也可以指定它 這個笑臉有沒有 當我按下笑臉的時候呢 幫我去執行串接 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比如說清調好了 按一個笑臉 一樣可以執行耶 那這邊可以插插一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像清除 叫用那個 假如我可以用一個 插插這個好了 這邊有一個呈號 用呈號來代替 這邊拉一個呈號 換一個顏色 換成這個好了 隨便給一個顏色 然後放這邊 然後按右鍵 然後一樣可以指定聚集 這個的話就改成清除 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 按下X 一樣可以清除 所以將來這兩個不見也沒關係 這兩個假設 解決掉 那怎麼樣解決掉 就是按Ctrl鍵選它 Ctrl鍵有沒有 這樣可以選 然後選完之後再按解決 有沒有 這樣其實也可以的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用不正式的方式 其實就是說你不希望人家知道說 哦 應該你程式都寫完了 像之前有 在職場上上班 工作的學生 他就說 是我不要讓老闆知道 我都已經會寫程式了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的話 會給你很多事 他就弄了幾個 有點小機關有沒有 然後下班前再做完 再給 這樣就 感覺就比較不會 老闆在丟很多事情給你 OK 不然這只是他的說法 因為現在很多的說法 像什麼 什麼薪水小偷 有沒有 或者是之類的 什麼叫薪水小偷 我也搞不清楚 至於解釋 很多種說法 但是我是覺得目前的 職場上的薪資 真的 我是覺得對於你們年輕的這一代來說 應該是 不是很合理 因為我記得好像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也就是你們現在一樣的薪水 我畢業的時候第一份工作的薪水就三萬五 那我是三十 沒那麼多啦 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的通貨膨脹算下來 應該已經差不多兩倍左右的物價嘛 但是問題你們的薪資 基本上沒有漲多少 然後房子已經漲得不知道到哪邊去了 但是問題還給你們這麼低的薪水 對 這樣怎麼過日子 我想一想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 蠻辛苦的一代啦 當然 怎麼辦呢 OK 現實就擺在眼前 所以要怎麼扭轉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值得去思考的啦 當然 因為我們這個世代 我覺得比起來我們是相對是 比你們算起來是幸福啦 OK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有責任 要改變一下 當然你們也要改變啦 那怎麼樣改變 當然以職場上來看 因為企業絕對不是慈善事業 他會付你薪水就看你的專業能力 而給你的薪水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夠拿更高的酬勞啦 不是沒有辦法 而是你要更努力啦 OK 這沒有辦法 除非說啦 現在有什麼所謂的富二代 你知道我們家就開公司當老闆 如果是這樣他這樣聽到 或者是正二代 有沒有 像現在有什麼 富二代 正二代 我發現現在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我自己想一個名詞叫廟二代 廟二代就是你家開公廟的有沒有 我發現好像那個開公廟還蠻賺的 像台中大甲不是有一個信員的 算了 還有很多宮廟都可以試洗 而且他們 算了我不講這個 這個跟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你們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只能夠靠自己的專業能力 說真的就沒有別的辦法 那怎麼樣 我覺得很多可以做的 像這個東西你把它學好 這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另外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希望統計一下 比如說這個資料裡面好了 到底哪一個年級的人最多 幾年級生有沒有 那各位可以看到生日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七年級生 六年級生 五年級生 那我比如說我想要統計一下 我的會員裡面 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那勢必我需要這個統計 那你這個資料來看的話 當然你如果要做一些統計分析之前 你可能要先產生一個新的欄位 把這個移過去 按Ctrl鍵 然後拖拉過來 也就是說待會請各位做一件事 在I欄的I市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欄位名稱好了 也許我需要一個叫做幾年級吧 OK 比如說取一個名稱叫幾年級好了 年級好了 幾年級 OK 那這個名稱主要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把這邊的格式刷一下好了 把它刷過來 讓它跟它一樣 怎麼刷 這邊有一個複製格式嘛 把這個刷過來 那所謂的幾年級的話 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那個意思吧 比如說它生日假設是七 七十的話 那年次的話呢 當然它就是在生日裡面的前兩個字 所以你直覺會想說 那前兩個字我知道嘛 你可以這邊插入什麼 前兩個字不就用LAT 不過會有個問題 這邊資料給它 我要取兩個字 但是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前兩個字應該是七十啊 可是為什麼得到的字多少 二九 向下填滿 奇怪了 怎麼看到的 跟實際上的卻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其實為什麼 想說是不對啊 為什麼我看到的明明是七十啊 這邊是七十 但是它為什麼這邊得到的卻是二十九 其實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在這裡啦 你們可以看一下生日這個欄位 按滑鼠右鍵好了 比如以這個西式儲存格按滑鼠右鍵 你把它變成原始狀態的話 儲存格式 那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喔 如果你希望呢 把它恢復成原始狀態的話 那其實它就通用格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如果你把原來格式是日期 對不對 改成通用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喔 會是 奇怪的 二九八四六耶 為什麼是二九八四六喔 那其實根據官方說法啦 其實這個數字呢 就是跟一九零零年的一月一號相比較 相差幾天的意思 那也就是說這個人的生日喔 到 這個喔 就是總共經過多少天呢 總共經過兩萬九千八百四十六天 OK 那以時類推啦 底下都一樣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我看到確實年月日 因為它多了一個格式 所以官說日以下 它就把格式套用上去 讓你誤以為喔 其實資料是一個年... 其實不是喔 就是一個數字啦 所以假設你取它前兩個字 所得到的結果就不對了 那怎麼辦呢 要怎麼樣解決就是說 我看到的 跟我得到的不一樣的這件事情 所以喔 這邊其實喔 會需要用一個函數 就是剛剛用過的TESA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今天希望利用TESA 來解決取資料錯誤的這個... 這個狀況發生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喔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喔 那... 先練習這邊 那想想看年次這個地方 應該怎麼解決喔